我在楼佛州,尤其是在楼南这个区里面 我也是已经服务了将近十年 从2013年被委任为这个古纪巴都州议员 后来2018年也做了这个行政议员 多多少少我都跟这个地步老区都会有一点关系到 那我觉得呢,我可以利用我这十年在楼南的这个服务的经验 去服务这个地步老区的选民 除了这些,我本身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一个政治人物 就算是当年这个许来登政变的时候 我也依然跟随着这个西门共振党 从未想过要背叛人民对我们的信托 我觉得这两点是我可以去打动地步老选民的心 其中两点的两个优势 地步老国会选旗呢,除了人口很多,选民很多 它的面积也很大 如果我们可以看的话,尤其是华裔选民 他们可能只觉得地步老区就是在这个高雅,复林园 幽井镇,甚至奥斯汀这个区域,还有Satia Inda这个区域 其实它也包含了这个非常比较,我可以说,比较没有这么发展这么强的地方 比如地南,比如这个国家马赛 甚至有渔村,在Kokbo,Peliki Ache,Tanjong Langsak 这些工业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 所以呢,如果要整体上要怎样把这个地步老做得更好 其实有两点我们要注意 第一,就是经济发展 第二,就是环境的问题 我本身呢,是想把这两点合起来 就是说,我提倡的是绿色经济发展蓝图 就是说,我们可以发展很多中小型企业 可是,它一定要环保 它一定要可以说是减少污染 选民增加,尤其是手头足 它的数目也是挺高的地步了 我最近走街那时呢,我发现我最担忧的事情是 很多手头足,他们完全不知道19号是全国大选 这个也是让我们很着急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是说他一定要投稳投税 至少他要知道有大选 所以当他们不知道那时 他们就失去了他们表达的权利 然后五年